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他毕业的时候 可以说他的成绩在当时是相当的傲人 毕业典礼上他更是获得了精致奖章 两年后更是顺利地走进西点军校大门 并且在刚入学为期三周的野兽训练营中夺得头筹 此后他创造了西点以及美国历史上又一个第一 1903年5月 麦克阿瑟在学校对他这一届学员的最后一次综合测评中独占熬头 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被破格谨慎为上位的学员 6月11日 麦克阿瑟在毕业典礼上 以第一名的身份 第一个走上主席台 用毕业证书 敲开了干一份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大门 从西点毕业后的麦克阿瑟 在基层部队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 在这十年当中呢 他带领士兵挖过河道 也挨过上司指责 这十年间 他经历了母亲病重 父亲去世 也曾一度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但也正是这十年的酸甜苦辣 使他变得成熟起来 1913年9月 麦克阿瑟被调往陆军参谋部工作 这是一个具有实权的部门 在这里 麦克阿瑟将会真正的大摇作为 此后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最初宣布中地 但形势的发展 迫使美国不得不直接面对战争 1917年4月6日 美国正式对德逊战 并决定派出大规模部队到欧洲参战 随着战争气氛越来越浓 麦克阿瑟渴望在战场上 赢得真正属于军人的荣誉 而机遇也恰在此时 再一次劝过了麦克阿瑟 当时美国各个州的国民军委队 都希望自己的部队 能够成为已知被派往欧洲的军队 但真正选择哪一支州的军队 作为第一个出征部队 让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贝克尔 十分为难 就在这个时候 麦克阿瑟提了一个建议 麦克阿瑟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各个州的 国民警卫队的边缘部分成员 组成一个新部队集参战呢 这样一来就能代表每个州的荣誉 贝克尔当即采拿了建议 美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彩虹狮 就这样诞生了 而且贝克还做出了一个 让麦克阿瑟吃惊的决定 将其破格提拔为 美国彩虹狮的参谋长 这样一来 麦克阿瑟转眼之间 从一个少校参谋 变成了上校参谋 连升两级 所以从那些来讲 麦克阿瑟是感谢这场战争的 是战争给了他机会 1918年年初 彩虹狮踏上了法国寒浪的土地 并且麦克阿瑟在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 因表现勇敢 而获得了集团军颁发的十字勋章 随后 他又在一次反击作战中 将德军打得落滑流水 获得了服务优异十字勋章 他的出色表现向人们证明 他是远征军中最引人注目 最英勇无畏的军官 战争中 由于彩虹狮为美国立下赫赫战功 麦克阿瑟由参谋长升任为师长 是被提升为准强的最年轻的军官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得麦克阿瑟斩露头角 为他以后平步青云 奠定了基础 战争结束之后的1919年6月12日 他又幸运地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 在西点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扩大课程设置的范围 瞄准未来的战争需要 特别是现代战争的一些特点 增设了很多与未来作战 现代化作战相匹配的课程 使西点军校从比较保守的状态 一下子迅速成为当时 最著名的一所现代化军校 由于麦克阿瑟在这方面取得成就 他又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 麦克阿瑟的军律之路 可谓是一气风发 1925年1月 45岁的麦克阿瑟 成为了美国陆军当中最年轻的少将 50岁的时候 他又成为美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 并且在9年后离任 卸任之后的麦克阿瑟 不愿就此虚度人生 凭着一种军人直觉 他感到大战迟早要爆发 他希望到战争最前沿去 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当然 菲律宾是美国当之无愧的第一道防线 而菲律宾总统奎松也明确表态 邀请麦克阿瑟去菲律宾 当他的军事顾问 帮助他组建一支菲律宾军队 1934年10月 在各界名流的欢纵下 麦克阿瑟风光地前往了菲律宾 到达菲律宾之后 麦克阿瑟就把他的主要经历 放在了组建部队上面 他原来计划 每年能够为菲律宾培训4万民兵 这样到1946年 菲律宾完全独立的时候 可以组建一支 有40万人左右的军队 可以编成40个师 但每年800万美元的支出 对于菲律宾政府 美国政府来讲 是不可能的 种种困局 让麦克阿瑟在菲律宾 并无十分突出的成就 并在两年后接到通知 要求他回国接受其他职务 但他不愿意回去 他要在菲律宾实现他的宏伟计划 通奎森总统商量之后 麦克阿瑟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 辞去在美军的职务 继续担任菲律宾政府的军事顾问 他要在菲律宾等待战争爆发的那一天 1937年11月 麦克阿瑟正式退出了 他为之效力的38年的美国陆军 但他坚信战争不远 他定将重返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尽管美国企图稳住太平洋局势 推迟或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但麦克阿瑟却认为 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 1941年7月2日 日本内阁确定了 不管遇到什么阻碍 都要奉行向南扩展的防针 至此美国终于认识到了战争的危险性 7月27日 麦克阿瑟接到两份紧急电报 一份来自马歇尔 马歇尔通知麦克阿瑟 他已被任命为 美国远东陆军司令 授予中将军衔 另一份是罗斯福总统亲自签发的命令 上面写着 令远东陆军司令麦克阿瑟 立即整编菲律宾军队准备迎战 麦克阿瑟终于又能重回陆军了 这次复职使得非常激动 1941年12月7日清晨 日本偷袭珍珠港 并且因为麦克阿瑟的大义麻痹 他驻守的菲律宾美军基地 在第二天同样遭到日本轰炸 数百架整齐排列在机场上的美军飞机 再度成为日本人的靶子 与此同时 日本先遣部队在海军支援下 在旅送岛多电登陆 至24日 登陆的日军已经形成了南北夹击马尼拉 为兼美飞军主力的有力时代 1942年1月2日 日军占领马尼拉 美飞联军在山地 丛林和阵地中和日本激战 由于补给困难 联军士气日渐消沉 处境岌岌可危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 美国政府认为 像麦克阿瑟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 一旦落入到日本人的手里 那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 都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所以麦克阿瑟被迫调回本土 出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 并辗转抵达摩尔本 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 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武装力量的建设当中 短短几个月他就拥有了一支 虽然不是十分强大 但是能够抵御日军南京的力量 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场上 残酷的拉锯战 麦克阿瑟和尼密兹 大胆地提出了一种节省兵力 时间和消耗的新战法 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挖跳战术 并且在短短一年时间里 美军一层层地扒掉了日军的防线 菲律宾 这个曾让麦克阿瑟伤先沮丧的地方 现在正在向他招手 经过周密的部署 1944年9月21日 麦克阿瑟签发了进攻 莱特岛的战役计划 10月20日清晨 莱特战役打响 麦克阿瑟助力在 纳什维尔的剑桥上 细细地观察登陆情况 他以身鼻挺的军服 戴着太阳镜和五角上将帽 叼着那根玉米星烟斗 在离岸还有十几米的地方 登陆舰停了下来 放下悬梯 麦克阿瑟一行人 跳向墨西的海水 向岸上走去 在接下来的莱特湾大海战 和莱特岛战役当中 麦克阿瑟再次取得了辉煌胜利 并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激烈争夺 完全占领了马尼拉 收复了巴丹曼岛和科里基多尔岛 3月初 旅宋战役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 并且动身前往东京 开始了他占领军司令官的工作 在日本 他以个人胆识 大力推行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对战号的日本历史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但这次 麦克阿瑟再也无法续写他的辉煌 在朝鲜战场上 他遭遇了自菲律宾战役以来 又一次大的失败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 朝鲜人民军所向披靡 南朝鲜军队却一跪千里 危机时刻 麦克阿瑟率领美军 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 正当麦克阿瑟 走上军事生涯的另一个辉煌顶峰时 却遇到了前来迎战的彭德怀 被迫退出三八线 这场战役 成为了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计 麦克阿瑟的威望一落千丈 这个时候的美国当权者 在军事上 已经失去了对麦克阿瑟的信任 1951年4月11日 杜鲁门总统 在事先没有通知麦克阿瑟的情况下 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联盟军总司令 联合国军总司令 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职务 没有人料到 麦克阿瑟居然以这样一种不体面的方式 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 1951年4月17日 麦克阿瑟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祖国 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英雄凯旋般的怀疑 19日中午 他在国会山发表了出名的告别演说 老兵不死 从那以后 他虽然为重现光彩折腾了一阵子 但毕竟是黄昏日落 其余晖在渐渐的消失 1962年 82岁高龄的麦克阿瑟 获得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荣誉 西点军校的西尔维纳斯赛爷勋章 麦克阿瑟在手军仪式上 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 也是最感动的一次演说 在记忆的黄昏 我时常回到西点 想起我魂牵梦了的孝训 责任 荣誉 国家 今天 在我即将淡出人生 淡出世界的间隙 我最后一次和你们一起 接受西点军校的点名 憋了 西点 憋了 我的同学 演说结束之时 会场一片寂静 许多人惹了银眶 回味着一个老兵 对母校的深情 和对晚辈学子的厚望 1964年4月5日 麦克阿瑟 结束了他多姿多彩 颇受争议的一生 如今 半个世纪过去了 人们还是会时常回想起 他所畅导的西点校训 责任 荣誉 国家 还是会想起那句著名的歌词 老兵永不死 只是剑凋零 而以老战士永不死为数美的麦克阿瑟传记 也一直畅销全球 畅销至今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利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